艾成就拍著琪琪跟琪琪說 沒關係 只要你不會 你馬上打電話給我 要不然最保險的方式就是我把台詞 一句一句用廣東話唸給你 艾成是這樣對待方琪的 你私下跟艾成你們平常有什麼互動或是有合作過的經驗嗎 其實我們很好耶 我是北七樂團第一個粉絲 以前剛開始他們這個樂團每次演出我一定都會去 然後艾成是上禮拜三早上發生事情的 然後禮拜二其實我還在家睡覺 然後他已經不是很舒服 所以他沒有辦法出門上通告 最後一個通告是我去替他上的 然後我去上通告的時候我還 下通告的時候我還問說艾成到底是怎麼了 然後我知道他的狀況 我本來想要打電話給他 可是我那天一直忙忙到很晚沒有打 然後隔天就是發生事情的當天 大概11點我在菜市場買菜的時候 我手機響了 結果我的女兒方琪就打電話跟我說 怎麼可能誰開這種玩笑 我非常的生氣 因為我們私交是真的很好 艾成非常疼惜方琪 因為方琪有一次接了一個戲 是要演在香港的電影 所以全部都是要廣東發音 我們兩個都不會講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說 我的周遭有誰會說廣東話 可不可以請他交方琪 然後公司就告訴我說艾成會說 我就打了電話給艾成 我說艾成 然後我一直跟他講說 你花了這麼久的時間 我可不可以付你終點費 或者是我請你吃飯 我請你喝飲料 艾成通通都不要 艾成就拍著琪琪跟琪琪說 沒關係 只要你不會 你馬上打電話給我 要不然最保險的方式 就是我把台詞 一句一句用廣東話唸給你 艾成是這樣對待方琪的 然後以前彤彤拍戲的時候 艾成會來陪他 然後艾成永遠是逗得我們很開心 那艾成有一段時間胖 然後艾成很努力的減肥 他就告訴我他的減肥過程 然後我在那段時間很胖的時候 艾成就是一直鼓勵我 他跟我說怎麼樣控制飲食 然後怎麼樣的運動去規劃自己 艾成是一個非常非常認真的人 你只要跟他分享某一件事情 他都會告訴你怎麼處理 所以在我們的認知裡 他是一個把歡樂帶給別人 然後總是希望別人可以過得快樂 發自內心的笑 我希望彤彤可以很勇敢的站起來 我相信艾成會一直在他心裡 都會在我們的身邊 艾成絕對不希望我們任何一個人 因為他的離開 而去改變了我們該做的事情 艾成一定希望我們都可以做得很好持續下去 然後我要再一次呼籲 所有的酸民 謝謝你們的執政 不要再說了 你不是當事人 不要代表任何一個人說話 我們在周遭我們都看得很清楚 不管是艾成或是王童 他們在彼此的心目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息息相關的 不要再用任何的言語去傷害任何一個人 那艾成不在 我們會把它永遠放在心裡 放在任何一個我們覺得有歡樂的地方 就是有艾成的地方 艾成有很多很多的格都留下來 其實大家可以從網路上去下載 看到艾成燦爛的笑容 就像艾成一直在我們身邊一樣 所以所有的人 我們去緬懷艾成這個人 感謝艾成曾經出現在我們生命中 記得他的好 其他的話就不要再說了 因為那些不必要的傷害 都只會壞了彼此之間 謝謝